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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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内心没有真正的理解和认识到位 也没有整改到位 造成今天对用户不负责任的结果 内涵段子是一款包含各类短视频 脑洞神评论 图片 段子 精华等 多主题多题材的社交软件 搞笑娱乐社区创立于2012年 运商为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运营今日头条等国内热门Apple 需要指出的是内涵段子等一批热门Apple上 的确存在低俗恶俗内容 涉黄等不适合青少年的擦边球内容 也屡次被报道和指责 在中国和美国都有业务的 风险投资公司机缘资本的同士豪 是今日头条母公司字节跳动的持股人 他说他相信字节跳动将继续在其平台上 增加更多类型的内容 而不仅仅是低层次的内容 我们今天看到的头条 不是今后五年的头条 最好经历几次这样的风波 同士豪在提到监管者最近的指责时说 他还说 这样才能让公司有动力 迅速采取行动 去吸引那些想得到高品位内容的用户 当然也有网友否认当局 指控内涵段子内容低俗 网友手游飞车诚信代表示 我觉得内涵段子的人越来越多 号召力不断加大 毕竟段子里的人思想一度超前 在段子里肆无忌惮地 揭示当今社会的本质 不怪我们 只怪这个社会不允许一些事物的存在 有分析指出 内涵段子被封 绝不是低俗媚俗这么简单 快手也低俗也媚俗 但只是要求整改而已 而内涵段子之所以被永久下架 主要是因为这个iPad发展形成了某种政治组织出行 分析说 其成员段友有自己的共同口号 比如段友出征 寸草不生 还有各地段友群的分组织 有自己的线下聚会 而其他任何iPad都没有做到这么大的规模 分析还说 各地分组织宛如基层组织 加强了段友用户的认同感 归属感 以及集体荣誉感 随之而来的就是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 这一点恰恰是当局最为紧张的 这次段友上街名不平 也恰恰证实了这种组织和动员能力 学者荣健在推特上说 用汽车喇叭向广电总局说不 这种方式前所未有 抗议者是90后和00后 是中国首个拥有汽车的抗议一代 他们至少衣食无忧 因为喜欢那盘段子 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段友群体 也是因为被剥夺了低俗的权力 而以新的方式表达不满 他们原来不问政治甚至讨厌政治 现在不得不面对政治的侵略 他们会是政治的新兴人类 有回复荣健的网友说 这一代年轻人几乎不问政治 关心政治的少之又少 跟89年学生运动中热血沸腾的学生们相去甚远 而终结内涵段子这一事件 竟然引发了他们上街抗议 相信当局绝对是始料未及的 在这个民怨沸腾如高压锅一样的墙内 有无数的导火线 就像引致清朝溃然崩塌的保禄运动一样 最主要的导火线之一 是一次偶然世界 网友博天商行也写道 知道段子为什么被封吗 是因为低俗色情吗 某手比段子低俗色情的多 为什么一样运转呢 告诉你 段有太多已经形成规模 而且有统一的口号 形式作风一致 有共同的信仰 说白了 已经形成民间帮派 国家肯定不会允许这样的帮派出现 所以必须封掉段子 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几乎在内涵段子被永久关停的同时 由米味传媒出品 在爱奇艺平台播放的奇葩大会2 也遭到下限处理 事实上不止内涵段子和奇葩大会2 从去年开始 吐槽大会 剑字如面等都遭遇了下架风波 广电总局官方给出的理由 大多为维护网络视听节目的传播秩序 清朗互联网空间视听环境 今日头条旗下产品 在最近20天内 还多次被通报或者是曝光的事件 分别是4月9号 今日头条与凤凰新闻 网易新闻天天快报等 被做下架处理 今日头条被暂停下载 时间最长为三周 4月4号广电总局对今日头条提出整改要求 并约谈负责人 3月31号到4月2号 央视新闻直播间多次报道了 短视频平台上播放低俗视频 并点名今日头条旗下火山小视频 3月29号央视财经节目经济半小时报道 观众举报今日头条刊登违法广告虚假广告 此前中国国家网信办的发言人江军曾表示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任何人不得利用网络传播违法信息 而这一次处在风暴演的是今日头条 有分析指出目前的趋势是 国家层面对于内容的管理将日趋严格 整改措施将在近一段时间内陆续执行 内涵段子的关停奇葩大会2的下限将不是个例 好了以上就是由梁骏为您带来的明镜焦点 到真正目的局面